这个妈妈和高中生们玩起了真心话大冒险 结果全部人都沉默了 4番が9番にキス えっと キス え 9 9番は はい シノビノック キ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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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口 シュ耶就这样当着古剑的面吻了其他男人 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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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古剑没有任何计划想在家躺平 然而长明的一通电话就打乱了古剑的悠闲 看了一眼今天就是24号 有交账的古剑慌忙的准备出门 可自己对挑礼物没什么自信 甚至都不知道能不能一个人买得到东西 这时古剑递孝剑路过 古剑瞬间抓住希望 拉着孝剑就出了门 可孝剑似乎不太想出门 而古剑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没一会儿孝剑随便选了东西表示想回家 古剑拉着孝剑说再给我三分钟 展示出自己挑的几个礼品给孝剑看 然而全都被孝剑否定 最后在孝剑的认同下 古剑选中了一条围巾 孝剑看到古剑选好了就准备离开 下午大家一见面就祝古剑生日快乐 可娇张的古剑一动不动完全没反应 众人都在怀疑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时间 古剑缓过神之后告诉大家明天确实是自己生日 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并送上一个特大号小黑猫 接下来的圣诞派对就是一场充斥欲望与权谋的机会 大家都想着如何才能坐在古剑旁边 当然除了一些无欲无求的人 而其他人的抢位大战一触即发 特别是三井和钟钟已经开始脑补各种策略 而古剑面对这么多人来自己家里 大脑早已完全死机 众人看着古剑就敌不动我不动的原则 此时古剑妈叫古剑帮忙拿东西 趁着古剑不在客厅的践行 大家不约而同地用猜拳来定作为 最终三井赢了猜拳后以为自己即将迎来曙光 这时之夜过来随便找了地就坐下了 古剑也是心领神会地坐在之夜旁边 三井直接气炸了 接下来他们玩起聚会的经典游戏博王游戏 就是抽到国王的人可以指定别人对国王做一件事 三井上来就搞小猫腻 一番思想斗争后 三井只敢跟古剑交换邮箱 常名中了国王直接指定古剑穿上自己带的圣诞服装 圣诞古剑就这样解锁了 之夜中到国王就叫七号给自己按个摩 而尾击中之后一直没想好要做什么 大家就这样等了十分钟 而上里的要求就很离谱 中中在拿到国王签后只想针对三井 透过圣诞球反射以为三井是六号 说着就秀出邪王真眼对着三井下列 结果发现三井居然是九号 古剑妈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参与了静案 中签的她很坚定要四号轻九号一下 之夜就这样当着古剑的面亲了人也一口 终于轮到古剑中了国王 而他的要求就是和大家继续做朋友 そしてその后 也用到警戒和第一次 那指定是恨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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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和兴兴 以前像印尼了一个人